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度都很高 而从舞蹈编排来讲 干ball很聪明 选了一首摇滚乐来做编排 整个舞蹈基本没有top rocker的元素 编排侧重情绪表达 在重拍处用高难度的trick卡音乐 少量的footwork和一些cramp元素作为串联 整个作品轻松流畅 有起伏 也不乏爆点 这个编排思路非常值得其他b-boy借鉴 b-boy的舞蹈作品 并不一定就是要把所有的b-boy舞蹈元素都放进去 一首适合自己舞蹈特制的选曲 加上能够完美融入音乐的动作 才是最重要的 干ball的这个作品不仅体现了他b-boy的技术 还展示了他在其他五种的表演 以及舞蹈编排上的可开发性 难怪获得了队长们的一致好评 让王老师我选 也会让干ball直接晋级 我终于知道你选他的原因了 你干嘛 流泪啊 没有啊 我 嗯 有一点 感动啊 感动啊 哎 你也喜欢 对不对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对啊 你们都喜欢 但我最喜欢啊 AC是一个非常有现场感染力的wacker 我是叫wacking的 叫wacking 然后我来自广西 去广西 我先一满 吃粉 吃粉 哈哈哈哈 AC的动作干净有张力 音乐点卡得十分准确 舞蹈情绪更是到位 wacking的特质是 舞蹈动作集中上半身 脚步动作是很少的 但在这样的大场地单人跳 会有些吃亏 容易显得太单薄 但AC一直在用步伐的移动 跳满整个场 去弥补这一点 它不是在这个小圈圈里面跳舞 这是来回跑场 来回这个烘托气氛 如此顺利带动起了队长和观战舞者的情绪 具备好舞者的特质 也是王老师我会喜欢的舞者类型 直接晋级 没毛病 三尔也是这季的所有舞者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有很特别的自我风格 她的舞蹈作品编排都很追求视觉效果 当然这和她有特色 又技术含量极高的wave和fingertot有关 看三尔表演是很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 四位队长一直偏爱她 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选择 很多人问王老师 马晓龙的这段编舞能算是街舞吗 且允许王老师调调书带 街舞经历几十年的发展 从最初的根源舞蹈 细化到各舞种拥有相对完整的舞蹈体系 再到如今出现的urban dance 街舞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年代在发展 音乐在变化 舞蹈也在产生变化 一直在吸收其他的舞蹈元素和方法壮大自身 马晓龙的编舞中 有很多现代舞的编排方法 最明显的是现代舞的情感叙事方式 但在动作编排上 依然采用很多街舞的动作连接方法 以及卡点方式 在这一季的所有作品中 都算得上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在王老师看来 晋级也是理所当然的 王老师总觉得叶音年纪轻轻 身体里住着个老灵魂 他的作品玩得很高级 音乐选了一首swing jazz音乐 这是上世纪40年代的黑人音乐类型 swing jazz过名思义 是一种你听了就情不自禁 想跟着摇摆的音乐 但想跳好是很难的 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切入点 它有太多的和弦变化 速度和节奏一直在做切换 所以在这样的音乐里 你更容易可以看出叶音的group 做得有多好 每一个动作带出的律动都铺满了整个音乐旋律 它最后的这一小段 其实应该叫b-bop舞蹈 类似于踢踏舞 但这个舞种过于小众 在日本发展的比在美国还要好 你能看出叶音在这方面钻研很深 活该它直接晋级 胡伯文的这段编舞动作 框架没问题 爆发力也足够 可就是没那么让人印象深刻 王老师认为 问题恐怕是出在他的动作设计 对音乐的切分上 能明显感觉到 全都是在等一个重拍 导致看起来质感没有那么强 Franklin这一段就有点厉害了 Freestyle虽然不是编舞师的强项 但这场能看出 国外的编舞师 平时还是有趣注意练习Freestyle Franklin用他极具特色的 Isolation去调这段音乐 是典型的技术控 而且有特点的舞者 总是更容易让人记住 这段Freestyle虽然不像胡伯文 把每一个牌子都吃得很死 但多了很多跳舞的质感 因此可以说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 首先必须要说 这一场太好看 两个人都太棒了 Sammy的风格是比较典型的 韩国Freestylehiphop舞者的风格 注重身体的groove 从海旋到现在 Sammy展示的 一直都不是技术层面的舞蹈 而是更注重舞蹈的内涵和音乐 这支编舞可以想象 它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内 通过肢体的变化 去表达在空间内 碰到的各种物体 有一个元素它贯穿始终 可以想象成一个球体 Sammy通过身体的wave 以及抛接等肢体动作 来表达这个球体 在它的舞蹈里 到达各种位置 整个编舞随性自然 让人感觉到音乐的流动 要知道被音乐控制和控制音乐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有时在一个动作上的表现 可能就差0.1秒 但呈现给观众的感觉 就有很大不同 王老师非常能理解 千禧皮翼下的内心活动 看到这样的大神 完全没在担心的 只希望他能有更多机会 去展示自己 让人没想到的是 JC俊这一段发挥 让这场battle真的有点无解了 要知道 battle有很多方法 JC俊没有选择 用技术动作去压制Sammy 反而选择同样的方法 用虚拟化的设定 来引导自己的这段 freestyle solo 融入到音乐中 同样表达意境 最难的是这个音乐变奏 他只听了一次 虽然整体的流畅性上 不如Sammy 但能把这段音乐 即兴表达到这个程度 已经令人发直 在这一场 预先编排好的舞蹈作品 和freestyle的比赛里 freestyle总能更让人惊喜 只能说Sammy太可惜了 冯正与高博的这场神仙打架 如果单从舞蹈角度 用圈外人的眼光看 也许比较平淡 这和DJ的选曲有关 两首曲子都很有纪念意义 但拿来battle都有些限制舞者的发挥 他们之间就是已经20年的感情了 而中国超过20年的街舞团队 不超过三个 对 第一首放的他们battle歌是 KOD的主题曲 第二首是 中国第一支就是专门为团队 所做的歌里面 会有唱到所有舞家舞人的名字 这就那首歌就叫Five Plus Five 不过对于国内的街舞舞者来说 这两首歌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所以可以说这是一场情怀之战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了 我觉得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面 建立了一个他们当初的情感 没错 谁赢谁输都是双赢 从专业角度出发 冯正还是在舞蹈风格上更省一筹 他强烈的个人舞蹈风格里 包含很浓重的Funky气息 即便放眼世界也是独树一致的 虽然能可贵的是 他在玩音乐玩舞蹈 虽然可能不像年轻的技术流舞者 让人看起来闪光炸裂 但你总能从他的舞蹈中看到快乐 这是更高一层境界了 有没有想过会去别的地方 是移民的意思吗 高博多年来一直在为全国的街舞舞者们服务 默默地充当街舞文化的传播者 今天能看到街舞在全国的心心向荣的场景 这个人功不可没 他可能不是最好的舞者 但他懂这个文化的一切 冯正和高博两人作为国内第一代popper 交给年轻舞者的意义 是什么才是keep on dancing 做一件事不难 难的是几十年都在坚持做一件事 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我是一个最想在舞台上跳舞和battle的人 但是我有我的使命 所以这一场的胜负太不重要了 在街舞舞蹈的意义层面能传递的信息 王老师相信很多年轻舞者已经接收到了 虽然这一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选手被掰出了舞台 但这正是街舞即兴演出的魅力之一 想知道看似不诈的大神为何封神 又或者如何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围剿 关注街舞营业中的王老师 看懂优酷全网独播的 这就是街舞第二季 不是梦 队长们的评判都能学会强达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